是这个东西给瘀制住了 我们把第一个病机叫做 胃气瘀壁 胃气瘀壁 那么再看它的一个 还有这一条里边 还有不出汗和喘 对吧 叫无汗而喘 这样一说症状 那为什么出不来汗呢 想想啊 出不来汗是什么呀 是汗口被堵了 这皮肤上好多汗口对吧 一个汗口被什么给堵了 我们汗出来了 汗出来了是什么呀 我们出这个汗叫什么呢 叫瑶瑶呐呐各位 这叫瑶瑶 这位瑶瑶是谁看着他们呢 是胃气 对不对 现在胃气去抗邪去了都顾不上了 所以胃气还有一个作用 叫什么呢 叫顾涉汗孔的作用 顾涉汗口 那现在它不能顾涉了 瑶瑶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 就表现为出汗 跑出来以后 表现为出汗 那现在什么呢 现在是风寒这些 这个寒邪呢 是凝质收隐的 就把这个汗口给毙掉了 所以说这个汗一点出不来 我们叫的无汗 但是这些汗摔的仪润 因为有不发泪 只要来装滑 但是这种汗功能 其实确实在不输 而且那个 之外 这些品质上的腎 只是破译 那为什么 没有泪 但是就是 当时 有哗 这些问题 第四大部分 全民问题 是 被关注的 烤血 球